大过年吃团圆饭 满桌子大鱼大肉 大部分的家庭都吃不完 很多人会选择冰起来 隔餐加热继续吃 医院统计过年期间很多肠胃炎患者 其实有部分都是因为吃太多天隔夜菜 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加热到 比如说要到75度以上 是有可能增加这种细菌残存的一些问题 还是有可能会增加肠胃炎的一些风险 怎么判断加热超过75度 最好就是煮到沸腾最保险 而年菜常出现的卤肉 每次都煮一大锅 营养师建议三到四天内要吃完 或一次加热吃得完的量 不然整锅卤肉加热太多次 吸收汤汁里的钠会越吃越咸 有害健康 还有蛋很营养也是细菌最爱 又加蛋的菜 像是洋葱炒蛋 最好当天吃完 顺菜隔餐吃是很多婆婆妈妈的习惯 提醒加热务必超过75度 也不要吃太多天 不然摄取不到营养 还可能导致肠胃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